後來的話 剛剛我們已經做完了 就是把那個分析啦 所以以後如果你層次不會寫沒關係 像我的習慣是 反正我先寫幾個之後 我再去分析一下 他們有哪些地方是有一個共通的部分 共通不用管 那有哪些部分是會有規律的變動 那你只要找出那個規律 並且把那個規律的變化產生一個變數 然後那個變數的話 它也能夠按照那個變化 說去產生它的那個值的話 那這件事情就簡單了 所以待會我們會需要產生一個叫全部折線圖 也許就是拿美元折線圖來複製好了 也許把這邊貼到下面 然後改一下 改什麼 改一個叫全部折線圖好了 OK 全部嘛 然後再來的話 因為解決第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 m後面的這個數字 它會不斷的累加 它的規則是第一次是1 之後的話每一次加10 所以要符合這個條件的話 很簡單 就是我增加一個變數叫做k 所以你會發現又是k 所以我蠻喜歡用這個k 那當然你如果不喜歡用這個名稱 你換一個也可以啦 不一定要用k 我喜歡用k k等於1 為什麼也等於1呢 因為它初始值是1嘛 那之後的話呢 相差多少 相差10 所以我底下的話呢 就每一次就把它加10就好了 所以哦 我再寫個回圈 第一個是k等於1嘛 然後再寫個回圈 因為有10個欄位 所以for i 等於乾脆1到10算 1 空一格 2 10 有沒有 美元是1嘛 然後k的話就是最後一欄 Enter兩下打一個NAS 然後呢 再把什麼 把剛剛的這兩行 把它搬到4跟NAS中間 按個TAB鍵 記得哦 TAB鍵就可能盡量要加一下 因為如果你沒有按TAB鍵 等於沒有階層的概念 會看起來很累啦 盡量還是符合那個規範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把k怎麼樣 放到這邊來 放哪邊 放在應該是那個什麼 LAB鍵跟TAB的後面這邊 所以把這邊改成k 那因為k是個變數 所以哦 1剛好在最右邊 所以把1delete掉 然後移到雙引號的外面 加一個endk 串個k在這邊 然後把它前後加空白 這樣就ok了 這邊也是一樣 所以這邊一樣把它delete掉 然後做一樣的事 乾脆拿這邊複製過去算了 比較快 複製過來 有沒有 就把它改成這樣endk OK 好 那這樣的話位置就ok了 那 可是問題是他每一次要加10嘛 所以請特別注意哦 請你在這兩行的下方 加上一個敘述 就是每跑一個圖出去之後 請你把那個k的池 把它改為k等於k加10 之前是k加1啦 因為我們這個規則是 每下一個有沒有 它就相差10嘛 所以你加了10變11 再加10變21 再加10變30 10變30變30 其實理論上第一個做完之後 你就可以跑跑看了 你可以試一下 執行的話 我把這邊先縮小一下 當然如果你要把舊的圖刪掉的話 我是建議乾脆你找一個 這個範本算了 刪除圖 刪圖的話 在雲端上面第八頁 就這個sub 這個sub其實很簡單啦 其實只要去把裡面的圖算一下 如果數量大於0的話 那就把裡面的圖全部刪掉 這個是比較是屬於基本的啦 所以我看你們乾脆把這個刪圖 直接拿來當範本算 執行它一下 有沒有 把舊的圖刪掉 那如果要把全部摺線圖跑完的話 那你可以直接執行它 你會發現喔 它有沒有跑出來 看一下結果 欸有耶 有沒有 是不是10個圖 應該理論上是10個圖啦 全部都展現了10個圖 對 為什麼 到底很簡單 因為我們底下還有一個變數還沒改 哪個變數 就是這邊不是有一個b 要改成c對不對 有沒有 下一個要c嘛 第一次是b 第二次的話是c 第三次是一次類對到k嘛 所以喔 那比較麻煩是這個 為什麼這個後面講 因為這個是最難 那至於說這個要怎麼解決啦 其實這個也是我自己想出來的辦法 所以如果假設你有更好的辦法 當然你可以告訴我 或者是可以討論 我後來想一個辦法就是 把它當文字來看待 也就是說呢 我會需要有一個變數 那個變數的話是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for回圈的下面這一行 它的規則是這樣 我名稱我自己取的 叫col col就是colum的縮寫 就藍的縮寫 等於 等於什麼呢 mid mid就是切字嘛 那去切什麼字 那就是 前過R5之後他會問你說 你給我一個字我幫你切 strin就是字 那那個字的話 規則很簡單 就是b c d e f g h i j k這樣 那實際上就是藍名嘛 好 所以喔 意思就是說我要切第幾個字 第幾個字的話呢 根據i就可以了 為什麼i 因為i如果是第1的話 1的話 那就切到 後面豆點1啦 豆點1就一個字 好 這樣就ok了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當i等於1的時候 它就會得到b 所以col這個變數裡面呢 它第一次就抓到b 那當i等於2的時候就抓到c 以時類推 有沒有 當它等於10的時候 那它等於就是抓到k ok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呢 我假設寫了這個之後呢 col裡面就會取得一個文字 什麼字呢 就是根據它的回圈 去取得它第幾個字 ok 應該可以理解啦 如果你實在不理解 沒關係 想一想看有沒有什麼其他 你比較可以理解的寫法都ok 我想到是這樣 我覺得這樣的寫法應該是最簡單的 你說有沒有別的寫法 絕對有 因為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用那個內碼的方式 可以 好像有個函數是ASCII code 可以抓內碼 但問題我跟他講說 這個內碼對很多人來說 這是很大的一個障礙 因為實在有點複雜 倒不如這樣簡單 你說 如果你像好像之前有志工系同學 他很熟 另外你如果熟那個寫法 你寫那個沒說ok 如果你假設不習慣寫那樣 你寫這樣ok 反正 或者你還有別的寫法 你說老師我還想到一個方法更簡單 想要跟你分享 那我應該很開心 因為真的如果之前有同學 真的有的寫法 有的同學跟我講 我覺得很好 我會把它採納進來 ok 好 最後的話呢 當然就是把這個地方 這個b跟這個b 改成col 這樣就ok了 只是說要把它加進來 就有點麻煩 因為它這個整個是一個文字 有沒有 錢會有雙銀號嗎 那你要把col放進來的話 怎麼放 因為這兩個b剛好在中間 所以其實你可以 記得之前教過的那個口訣 什麼口訣呢 就是先把b選起來 雙銀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col就可以了 然後呢 再把and前後空白 好 這樣就串中間 ok 那其實意思很簡單 就是把col串在這個字串中間的意思 那只是說如果你實在是 因為我發現同學對於那個 串字串這件事 真的很有障礙 然後如果你有障礙沒關係 你先把那個口訣記一下 那個口訣還記得吧 我做了滿多次的 先把b選起來有沒有 雙銀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col的變數 然後呢 把那個and前後 因為and前後一定要空白了 那在Excel裡面 and前後是不用空白了 這個是Excel跟VBA的差別 所以你如果把這個差別記一下 那理論上應該就完成了 應該要寫好了 我看有這麼簡單嗎 看起來好像就是這麼簡單吧 ok 好啦 所以我剛剛就是再加一個這個 在FOR迴旋的裡面 就是再加一個col的變數 然後這個主要是透過i 去取得哪一個字 所以它切第一個字是b 再把這個b放在這個中間 所以這邊的話我是把它切割 就是串一個什麼 串一個col在中間 這個應該比較容易會有障礙啦 不過可能你再花一點時間 因為我發現這個不是短時間可以完全理解 但是一旦你理解應該就會覺得滿簡單的 所以我發現這個也是寫程式的一個 算是一個瓶頸吧 ok 只要你跨得過去啦 我覺得你以後寫別的語言也差不多 因為別的語言一樣會遇到串接變數 在一個字串中間的問題 而且像Python更麻煩 Python還會管你資料型態對還不對 但是VBA你即便型態沒轉換 它還是算你過了 所以VBA在這個部分還是比較友善一點 好啦那我們執行看看 理論上這個寫完之後 應該程式就ok 我把舊的先刪掉了 有沒有刪圖 然後全部折線圖 有沒有看一下 對耶有沒有 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 這個是美元對日幣 所以你可以觀察一下 其實美元的變動 它到底是不是針對全部的貨幣 都一定像都是貶值的 好像對台幣是貶的 可是對於的民幣 好像也是有點貶又上來了 這個對歐元剛好顛倒 對歐元 所以歐元好像整個就下滑了 ok 為什麼 不知道 可能是不是因為在打仗還怎麼樣 好像最近又有什麼石油 好像又減產之類的 ok 那美元對日幣 日幣也是往下 好像跟台幣有點像 但是日幣好像扁得更兇 所以這個有個訊息 日幣好像慢慢要生殖的感覺 ok 所以日幣已經0.214好像已經到谷底了 所以如果假設你夠聰明的話 可能就買一點日幣 如果你這樣 你會出國玩你可以用 或者將來如果漲上去了 你還可以賺一波 ok 其實還賺蠻多的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一種投資理財的方法 因為像我之前我也在美元比較低的時候 大概27、28的時候 我看已經夠低了 已經夠便宜了 所以我就大量買進 當它3級的時候 我最近可能想把它賣掉了 那光這個價差其實就不少了 ok 至少我會覺得可以彌補一下通膨的空間 至少比較不會感覺好像錢越來越少的感覺 ok 其他東西還有那個英鎊 英鎊怎麼也往上 等於是它沒有扁 所以英鎊好像跟歐元是有連動的 澳幣好像也是連動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觀察他們之間的關聯性 其他這個我想你們自己再稍微了解一下 然後這個是第一個 所以今天也許 大概這個圖做出來 理論上應該就ok 所以最後我希望把那個按鈕給做出來 所以我們剛剛不是有做那個 幾個 第一個應該是 我們剛剛有做幾個 就是全部折線圖跟三圖 另外還有一個是這個 匯率下載 ok 不過啦 假設我們就是把這個匯率下載 但是還是會有一個遠身性的問題 什麼問題 最後這個問題就是說 你如果把這邊下載下來 你會發現 剛剛的這個日期資料怎麼樣 它又恢復成原來狀態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是插入有沒有 插入一欄 然後把它用公式做完之後 然後再貼過去 那可是如果假設啦 你說老師那我匯率下載之後 那這邊又恢復的話怎麼辦 難不成你要再做一次嗎 所以你要想辦法 這個地方有沒有什麼方式 不要再做一次 如果不要再做一次的話 那是不是你可以把剛剛的動作 路程聚集可以吧 也可以啦 你剛剛那個動作錄制聚集 然後讓它執行 這個是方法一啦 那如果方法二的話 其實你可以想想看 不然你乾脆直接在這邊寫一個 寫一個程式 叫什麼修正日期好了 所以這邊可能就是再加一個sub 叫做修正 然後你打一個sub 叫修正日期 修正日期的話 其實主要就是把這邊中間加上斜線 再放回去的意思 那它怎麼寫這個 其實寫這個蠻顯的也不難 因為這個範圍總共有幾個 其實它邏輯是這樣 就是你把這個儲存 這個儲存格 假設是多少 儲存格 我們要range或sale都可以 sales 假設我針對這一個儲存格的話 那就第二個儲存格 這個等一下我再講好了 所以你們先試試看 把剛剛那個全部摺線圖部分 先試著完成 ok 這一段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那個修正日期 並且把它全部整合 然後就按鈕 就大概今天的這個練習 ok 試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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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